每年11月7日或11月8日 市为立冬 立、见识也冬季自此开始 秋收的粮食已经储存起来 动物们也开始收藏食物 准备冬眠 万物收纳 规避寒冷 养精蓄锐 以带着冬眠 以带来年 时至立冬水能成冰 土地开始冻结 不日大型鸟类消失 而海边可看到形似野鸡的大阁 自古以来立冬节气就被人们高度重视 在古代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社坛祭祀 行迎冬之礼 奖赏君臣冬衣 抚恤孤寡 以安设计 祈求来年丰收 而在民间 立冬也有祭祖等风俗 在东北地区 立冬之日 冬有爱好者畅流松花江 以这种方式迎接冬天的到来 有艳雨道立冬补冬补嘴空 对于北方的人们来说 这补冬最不能少的便是吃饺子 饺子来源于娇子之食的说法 立冬为秋冬之交 所以立冬饺子不可不吃 在山东地区 立冬时节还有喝羊肉汤的风俗 在寒冷的天气 喝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绝对是一种享受 东北朝鲜族的妇女们选择在立冬这一天制作一道特色美食 辣白菜 辣白菜 酸辣爽口 色香俱佳 既可以下饭 也可以做餐前开胃的小菜 立冬 含有着北吃饺子 难吃鸭的说法 萝卜老鸭包 便是立冬日在南方经常现身的滋补佳品 醇厚香浓的滋味 温暖身心 开胃健脾 冻笔心诗蓝血 寒如美酒时温 醉看墨花月白 广移血满前村